並不是說我們36萬市民每一個人都要去做到 這個實際上是不可能 在世界各個都是這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只能說盡量能夠找到更多的社區檢查個案 透過疫調再去把財產鏈再切掉 指揮中心我只有三點要跟大家報告 三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是用鼓勵而不是強制 所以鼓勵大家去做 但是不強制 第二個是我們在通報的部分我們只強調陽性的部分 陽性要有這個通報的機制建立好 那陰性的沒有強制要回報 那第三個就是這個我們快篩陽之後 這個後續的處理流程 我們中央跟地方會全力的把它做好 讓這個民眾能夠安心 大概就是這三個原則 那其他的細節 那基督市政府會宣布 我想基隆疫情我們如果從社區的角度來看 我們現在的這個快篩 我們現在的篩檢站 各區篩檢站的總和 看起來這個陽性率大概是在千分之 千分之五五六左右 那這兩三天大概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想目前是在一個持平的一個狀態 那當然有些個案有增加 那這個案的增加 有時候我們看到它是都有它的這個案源 都有查到它的案源 絕大部分都還有 那另外一個指標就是說 被我們匡列隔離的人 是不是這個越來越多 從裡面發病的 陰轉陽的比較多 這樣我們就會比較放心 所以我想 目前整個看起來 金融疫情現在就是在一個持平的狀態 那這跟我們預期也是差不多 可能要一段時間 那才有可能會會下降 這樣 對 日估還要一段時間大概是多久 我沒有這麼厲害 我不知道 我們每一次到 以我個人的經驗到一個地方去處理疫情 這個都沒有辦法預測 都是每一天每天滾公司的檢討 看狀況 我們沒有辦法去預期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就是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好